冠军表现时刻由男士洗发水领导品牌青阳独家冠名播出 我都觉得他和国安要比的话他可能比国安更快一些 现在双方比赛已经开始 在场上穿着红色上衣的就是主场作战的延宁复德 穿着黄色上衣作战的就是广州恒大 这是PPTV距离体育为各位带来的20季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的局中 在延级人民体育场 延宁复德主场迎战广州恒大 本场比赛就说是孙宝杰孙老师和我斯东 为各位带来 好 来 到右洛来侧应 缓过对方的防守队把球端到了后点 没有自己的队友跟上 哎呀 这个球自己失误了 直接掉向对方打门 这种失误不能再出现 绝对不能再出现 这其实也是对的 就是对于广州恒大现在这些学员的能力来说 你要是和他打阵地战不占便宜 对 不看这球就打门 球打高了 特拉特 有些身体发挤 黄光辉到斯蒂夫 看看斯蒂夫 漂亮 这是一个黄牌的犯规 本来转身速度 绝对速度就不如对手 这时候上的又比较猛 再看一下 这个呢 也为后续比赛留一个伏笔 哎 英明加兰 看看这球怎么开 这是一个牵牵 跟进的队员稍稍慢了一点 我可以给你一个身位 但是你拿球的时候我已经到了 嗯 好 篮的脚球打了一个前点 看看这脚远 射 球切了 这是一个不讲理的射门 这是毫无道理的一条打门 但这球最终打进 再看一下 这好像是保利尼奥 脚后跟挂了一下 改变了球的方向 确实 脚后跟挂了一下以后 改变了球的方向 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投球百度 哈哈 哎呀 这球已经是要抢这个点了 太可惜 前锋害怕了 有人跑动 有人接应了 反抢 好 这是一个三打二 这个机会是非常不错的 看看这一侧 有人把这射把球带回销 再传到另外一侧 也叫打门 就打拼了 现在要打门 销起了 银笔下篮 你在我身上犯规 我载你进去得分 从这个角度看 是谭地 再加上刚下过雨 这种球速非常快 这个镜头没有说是看看高拉特后背是不是蹭了一下 但至少高拉特转身的时候是挡住了增程第一时间的事先判断 因为从斯科拉底的换人来看 我们看这个进攻 直接要打门 球打高了 我们看广州宏大淘宝队是想打下这场比赛 就基本上在对方 哎呀这个反强能不能打出去反击了 又是被政治反强 就是老队员呢 对这种球路的预判呢 在这时候呢 完全的显现 而且我觉得充分力用球场的宽度 拿球没有给 过了对方的两个方式 跟以后把球再传到了右边 前面有两个点 传 哦 这选择直接打门了 所以实际上有两个包抄点 金贤准备上场 布劳特被攀爬黄牌 从左路现在转移到了右边 左脚选择这些打门 今天的比赛 恒大队可是有四脚到五脚 打得比较离谱 嗯 英比加兰 还是英比加兰给了 直接选择打门 这一脚打门还是很有想法 嗯 这个球丢了 会不会一个机会叫打门 球进了 74分钟 74分钟高拉特攻入一球 但在后场这种技术失误 就很难弥补 没错 我们看这种回传球 就离那么近回传球 没有传给自己队员 实际上那脚球赶紧姐妹都比这好 等于助攻这是一切 啊还有 直接传到周路啊 在球门线上大脚起围 太危险了 是 我们看这个 人高马大的 吹人 吹人拿球 团一个地面 走周路 又是一条远射 这条打门还是十大历程 打得还是不错的 去中国 也没传好 天忆东马球带包到边了 到崔仁 随便马球传起来 到后点 高斯敏夫 搬转身一脚打门 还算是不错的一次进攻 暴力尼奥连续的两三次传递 到了几乎到右边啊 一个前点 又是 好啊 看看这种 卡拉特给 搬转身 还有机会要打门 这脚连续的两三次的三传 两地一下就到了对方的腹地 第二时间 投球后撞 球进了 这个场上比分成为了3比1 自己的韬鞭队员往上走 他似似乎是准备传一个底线球 但是呢 把节奏控制住 让王上元来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往后一拉拉空当再传球 对 他们的整体的能力把控比赛的节奏 的能力确实超强 估计展周以后啊 当然 好 这时候主裁判王迪志向的全场比赛 结束到少爷 冠军表现时刻 由南世纪发水领导品牌 青阳独家冠名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